你的爱 由我的主 让我感叹 在乎你 静静地敬拜地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地 由生命来回忆你的爱 我的主 让我感叹 在乎你 静静地敬拜地 我的主 让我感叹 在乎你 静静地敬拜地 在乎你 静静地敬拜地 早上好 大家平安 让我们再一次 继续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再准备我们的心心 来今天的 悲心天的宋外 我的心 唯有你 我的心 唯有你 在乎你 静静地敬拜地 我全人 献给你 一切心 赞美地 举上手 敬拜地 神是说 我爱你 我的神 我的主 我渴望 静静地 我渴望 静静地 充满我 狭光我 是我一个爱你 充满我 接近我 狠心我 充满我 自愿我 让你爱人围绕吧 我一生 我一世属于你 我的心唯有你 我的灵可不灵 我全愿先给你 一圈心赞美你 举双手请快你 深深说我爱你 我的神 我一主 我渴望请接你 充满我教管我 是我你的爱你 充满我 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 自论我 让你爱来围绕我 我一生 我一世属于你 充满我 教管我 是我你的爱意 充满我 接近我 更新我 充满我 自论我 让你爱来围绕我 我一生 我一世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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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天地都要退去 但耶和华的话不退去 耶和华不解密 我们今天来学一首新歌 学一首非常欢快的歌 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打着节拍 我一世属于你 祝我一世属于你 尽华是王 我一世属于你 你到我 Agora 我不在家属于你 叫我逑你 Hallelujah 哈利路亚 祝贵圈能生 祂万有能灰灭我 只有祢永远不改变 哈利路亚 圣经圈能生 祢能灭与祢的相邻 所有荣耀都归于祢 祢能生 祢将去 祢的自爱 永远尝尊 保命都爱 尊重祢相邻 心想万有 神与祢 祢的自爱 永远尝尊 保命地名 生存到永远 哈利路亚 祝贵圈能生 祂万有能灰灭我 没有祢永远不改变 哈利路亚 圣经圈能生 无一人能与祢相邻 所有荣耀都归于祢 圣经圈能生 祢的自爱 永远尝尊 圣经圈能生 天地 心情的所选自明 圣经圈能生 天地 心情的所选自明 圣经圈能生 天地 心情的所选自明 哈利路亚 圣经圈能生 圣经圈能生 天地 心情的所选自明 圣经圈能生 天地 心情的所选自明 哈利路亚 圣经圈能生 圣经圈能生 尝世 圣经圈能生 所选自明 与家众生 天地 方都是为fact playthrough 圣经圈能生 天地 心情的所选自明 圣经圈能生 天地 心情的所选自明 阿弥陀佬 乘戒全了山 无一人等于你相依 所有荣耀都归于你 都归于你 请大家站立我们做一个报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这个主日聚集在你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成长和建立 求主祝福我们的崇拜 祝福我们的讲员 讲道的牧师和服侍的员工 愿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 教导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你和你的话语 愿我们在听取你的话语和接受你的指引的时候 可以得到真正的成长和变化 让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带给你荣耀和喜悦 求你也祝福我们的家庭和社区 求你帮助我们更好的爱和关心我们周围的人 带给我们希望和平安 愿我们的言行和行为能够反映你的爱和真理 让我们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 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教会扩堂的进程 无论是天气 人员 材料 规划等 都得到你的带领和祝福 求主帮助那些身体和心灵上有需要帮助的知己 医治他们 让他们更加的靠近你 顺服你 最后我们再次感谢你的爱和怜悯 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一直奔跑向前 祷告不费 奉主我 耶稣基督的领求 好 大家请坐 下面是宣招的诗篇 宣招的经文是在诗篇24篇 诗篇24篇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四界和处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上所 就是守节心经 不向虚往 岂是不做 不怀诡诈的人 他并蒙耶和华赐福 并蒙救他的神 使他诚意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是寻求里面的雅鹤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来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好 下面请 以牧师上面做正道 弟兄姊妹们早 祝你平安 平安 感谢神 我们又一次可以相聚在上帝的面前 一起敬拜他 一起聆听神的声音 今天我们一起继续的来看 但一礼书 不知道弟兄姊妹们 最近我们在查考但一礼书的时候 有没有回去看 大部分人我相信是没有看的 所以我们今天先一起来 我要读一段的经文给大家听 在但一礼书第九章的开篇 大家如果有圣经带来的话 有手机的话 大家可以操练一下 把圣经打开到 但一礼书第九章 神的话语说 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 大柳士立为迦勒底国的王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一礼从书上得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尼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我便尽时 匹马门徽定义向主神 祈祷恳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 祈祷认罪说 主啊 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主守主贱命的人 首约施子爱 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叛逆 偏离你的贱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 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主啊 你是公义的 我们是脸上蒙羞的 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 或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 正如今日一样 所以 但以礼和他的同胞们 因为他们背逆上帝 他们不听神的话语 所以当日他们就在但以礼 他们才十几岁的时候呢 外邦人 你不讲你杀王 突然间带着他们的军队在以色列人意想不到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们觉得是最安稳最平安的时候 军队来到了耶路撒冷城墙下面 把他们的城墙团团的围起来 那 兵临城下的时候可以做什么 只有投降 所以这一帮军队 外邦人的军队就进入到上帝的城当中 用锁链神经告诉我们对不对 用锁链把他们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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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起来 带到外邦去 那这里呢 来到了但以礼书第九章里面 讲到了但以礼的祷告 在多年之后 但以礼又重新的祷告 这个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 但以礼为他的同胞们在那里祷告 但以礼书常我们前面看过 他一日三次 每一天三次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但是这里呢 这个祷告是很特别的 这个祷告是有感而发 忧国忧民的祷告 他这个时候又重新的回到 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history当中去 看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今天落到一个光景 沦落到外邦 沦落到外国 所以他这个祷告是 一个忧国忧民的祷告 在但以礼书第九章里面 弟兄姊妹们 因为他这里的祷告不再是为他自己在祈求 更是为他的骨肉 同胞 犹太人 神的百姓在认罪祷告 不是说他平常不关心他的百姓 他的心每一天都系着他本地本族的人 他太爱自己的民族了 他太爱自己的国家了 他太爱自己的同胞了 所以他 这个时候 要分别为圣一段时间出来 为他的百姓 为他自己的同胞 认罪祈祷 认罪悔改 要知道但以礼这一帮人呢 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所以十几岁的孩子 是很容易洗脑的弟兄姊妹 你告诉他黑就是黑 你告诉他白就是白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巴比伦 接受巴比伦的大学教育 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 basically他们的education 都在巴比伦度过 他们进攻了巴比伦的语言文化 然后呢 这一帮人被训练起来 又在巴比伦的国家的政府部门里面上班 然后但以礼又兼任这个国家的宰相的职务 然后现在呢 老的王朝过去了之后 他们又在波斯王宫里面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人和他的很多很多的同伴们 他们从少年到白头 他们都背井离乡 在海外接受教育 在海外长大 许多人中国人来到美国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来到美国怎么样 巴不得着做美国人 对不对 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但是这一帮人呢 他的家乡是耶路撒冷 然后来到巴比伦 不断的接受他们最精良的教育 他们没有立刻觉得 哦 我是巴比伦人 没有马上自己把自己看成是马代波斯人 那么他们的家乡 耶路撒冷在他们离开之后 几十年的时间一直经历战火 经历沧桑 一次一次外邦人入侵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的罪导致的 因为他们的罪造成 然后一次一次外邦人进入到以色列 一次一次那种柔炼 践踏 掠掠 烧杀就临到以色列百姓 那么自从但以理离开 他本来的家乡来到巴比伦以来 他这个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 从来没有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 也就是他离开就没有回去了 所以他那个印象当中的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照理来讲 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离开 自己的本地本族附加 然后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十年 印象是不是非常的淡漫掉 印象是不是变得不那么深刻 会陌生掉 但是这个人呢 他对自己的本来的家乡 对自己的国人 没有一点的淡漫 他时时刻刻他的心 在纪念着耶路撒冷 记着那个地方自己出生 然后长大到十几岁的地方 他每一天在怀念 每一天在为那个地方祷告 前面我们讲到 圣经在六章十节里面 丹一里的祷告是这样子的 当面对这个宗教逼迫的时候 丹一里说六章十节说 丹一里知道这尽力应该了预洗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 双膝跪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与树长一样 所以丹一里是一个祷告的人 弟兄姊妹们 他早上祷告 中午又祷告 晚上又祷告 他的心念念不忘耶路撒冷 念念不忘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尽管耶路撒冷在公元前 五百八十七年 大概六十年前左右 已经被战火移为平地 然后外国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个圣殿有什么好的 他们觉得这个圣殿 他们不知道巴比伦 他们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宗教系统里面 圣殿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种的结构 这个样子 然后把他们的东西拿走了之后 放了一把火 就把圣殿完全的烧毁 然后这一切都稍微灰烬之后 丹一里也离开了 他的印象当中 只是那个印象当中 活到十几岁的那个耶路撒冷城 然后那个圣殿 弟兄姊妹们 一年一年又过去 一个春秋一个春秋过去 他的脑子里面继续记着耶路撒冷 继续记着圣殿 他的窗户 他家里楼房的窗户 每一天就三次打开 他一往情深地面对耶路撒冷 他的山西跪在上帝面前 一如既往的 祷告 感谢 祈求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普天之下 只有一位听人祷告的上帝 因为他知道 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为创造真神 听人祷告 伸出援手 满有恩典怜悯的 真神活神 他不住在巴比伦人 手造的庙里面 也不住在波士偶像的庙里面 他乃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 尽管地上的耶路撒冷 已经被烈火焚烧了 地上的圣殿 已经被烈火一位平地 那是天上的圣殿 上帝的恩门 永远向祷告的人打开 他相信哪里有祷告 天上的圣殿的门就打开 垂听世人的祷告 所以这个时候 这些人 有些人被掳到巴比伦 有些人就害怕因为战火 就逃到国家 这是人的天性 分散到各个地方 但是上帝的选民 他相信仍然可以从天涯海角 随处地向上帝祷告 随处地可以同心合意 仰望天上的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 不管你们在哪里 不管我们身处在哪里 不管你在医院里面 在家里 在中国 在美国 在天涯海角 只要我们开口祷告 只要你的内心 是诚心实意的 只要你是 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你都可以开口祷告 向天上的神祷告 天上的耶路撒冷 永不改变 仰望那个 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 坐在圣殿当中的神 所以答应你相信 每逢奉耶和华民的圣民 聚会祷告的地方 祷告便可以达到 上帝的私人宝座前 天父就会工作 所以这是 但一里最关心的 神的国度 神的圣所 神的荣耀 神的百姓 神的子民 他就忧国忧民 他想想看 我的同胞 现在这个时候 是怎么样了 他想想看 我的同胞 这个时候 他们的信仰生活怎么样 他关心的 不是地上的国 更是天上的国 他人生的志向 不是奔向小康 不是要在巴比伦 安居乐业 更不是追求巴比伦 梦 乃是先寻求 上帝的国 上帝的义 他关心的不是 自己的前途 好像自己在巴比伦 做光了 就要把自己家庭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带起来 他关心的不是 他个人的发展 不是要马上 把亲友移民 到巴比伦来 好像有些人 来到美国 好忙哦 对不对 马上就把一家人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弄到美国来 太忙了 对不对 但你想到的 不是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在他的mind的里面 他看到的 神的教会 神的圣城 神的圣所 神的圣殿 上帝的荣耀 所以他被 上帝的荣耀所充满 他想到的是 神 我应该怎么祷告 我的同胞们 我们的信仰怎么样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 人落到这个光景当中 所以在诗篇137篇里面 表达了这些 被掳的亡国奴 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这些亡国奴 到了外邦之后 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在诗篇137篇里面 就说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 河边坐下 一边一追响西安 就是耶路撒冷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 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作乐 说 给我们唱一首 西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 唱耶和华的歌呢 因为这个是亵渎 耶和华 我们若忘记你 请愿我的右手 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 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请愿我的舌头 贴于上堂 这是世人所表达的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从来都没有 做过亡国奴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作为亡国奴 人家就压迫他们说 把他们当作戏子一样 说你们给我们表演一段 你们给我们唱一段 但是唱的那些的歌 是不是为了 真正的是敬拜上帝 外邦人让他们唱 耶路撒冷的 唱上帝的那些歌 是为了entertainment 娱乐 好像搞笑一样的 他们就唱 人家就看着他们唱 就笑 所以这里世人大卫表达的 这个世人 这里所表达的 不是一种的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 不是中国的文天祥 因为他们的家乡 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也不是一个所谓的 以色列的政治国度 乃是天上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上帝所经营 所建造的 上帝所经营 所建造的 天上的新的耶路撒冷 在西伯来书 十一章十节说 乃是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他所等候 所盼望的 许多圣经里面的人物 他不以地上的城 地上的国度为观念 他们所恋慕的 留恋的 乃是天上国民的情怀 比如说 使徒保罗 他就是一个典型 在菲利比书三章二十节说 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保罗也是 他忧国忧民 他忧虑的 他顾虑的 不仅仅是地上的国 乃是天上的国度 保罗我们这个人太熟悉了 他本来是一个 很骄傲自己的犹太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受过高等的教育 他来自的家庭非常的好 然后 他看到那些外邦人 那些不信耶和华山 不信旧约律法的人 他就看到那些人 他就藐视他们 觉得这些人不受割离 他觉得这些人太可笑了 这些人太有意思了 然后他又看到一帮人出来 宣讲耶稣 跟旧约是违背的 他就说这些人居然传讲 耶稣这个定时家的耶稣 说他是弥赛亚 怎么可能 他就把这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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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新兴起来的宗教 基督教 基督教的这些人宣教 是把他们一个一个抓起来 放在监牢里面 有一天他带着使命 要到一个地方去 走在大马社的路上 上帝的光景来 把他打倒在地 把他打个倒 他就遇到了耶稣 他说 主啊 原来地上的国都 不仅仅限于 这个以色列旧约律法当中 所谓的这个政治的势力 他遇见了耶稣 他问主说 主啊你是谁 耶稣说 我就是那个 你所逼迫的耶稣 在那一次的经历当中 在被大光打倒的经历当中 他悔改了 他遇见了耶稣 他就因信称义 弟兄姊妹 今天你们因信称义了吗 我们因信称义了吗 我们是信我们的行为称义呢 还是凭着我们的信心 单单信他 就称义 所以在那一次被大光光照当中 使徒保罗他信了主 他悔改了 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新造人的同时 他就加入到教会当中 成为神教会的一员 成为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然后当他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之后 他再也不跟那些外邦人说 你是外邦人 我是犹太人 他不管了 他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要传福音给那些人听 要传福音给 不管是犹太人 还是希腊人 圣经怎么说 保罗在罗马说 一章十六节说 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里尼人 西里尼人就是外邦人 就是我们 如今他以为 在那一次的经历之后 被上帝的大光打倒了之后 他相信只要 你凭着信心信耶稣 不分种族 不分肤色 不管黑白 中国人 美国人 不管你什么人 你只要信福音 在基督里面 都是合一的 在以福所说二章十四节 他说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 犹太人和外邦人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所以保罗这个时候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有了一个新的地位 他跟其他的 很多那个时候 就今天也是 很多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不信主 但是他相信了 相信了之后 他念念不忘 他的骨肉之亲 他一次一次写信给他 在主里的 在基督里的那些 犹太人 外邦人 然后那些没有信的人 跟他们讲 我巴不得你们信主 我巴不得你们信福音 他巴不得他的骨肉之亲 那些自以为意的 骄傲的犹太人 可以悔改过来 可以得救 那一些的犹太人 还跟以前的扫罗一样 觉得 外邦人没有受割离 外邦人不守律法 外邦人不行这个 不做那个行为上面 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他们反而因为自己 在行为上的骄傲 律法上的骄傲 把自己排除在 救恩的门之外 所以戴伊里就有 这样的心智 弟兄姊妹们 他到了外邦 人落到外邦 几十年之后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没有忘记 耶路撒冷的使命 没有忘记 上帝要带给人救恩 没有忘记 上帝要给 每一个他的儿女 一个使命 为耶路撒冷祷告 为上帝的百姓祷告 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常常 为普世华人教会的 复兴祷告 有没有常常 为普世华人教会 复兴壮大 我们的同胞们 都进来信耶稣 那么多的 华人的同胞 为他们 为我们的骨肉之亲 可以进来 听进纯正的福音 得救 在基督里面 跟我们一样 成为基督家庭里面的一员 真正的门恩得救 有没有为这些事情祷告 你如果不知道 该怎么祷告 你就为自己的国家祷告 为我们的母国祷告 为我们的同胞祷告 为华人教会的复兴祷告 你祷告 祷告 上帝就会把你带入到 那个旨意当中去 神就会让你传福音 神就把那个意象给你 把那个旨意给你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大国 那福音是 哪一年传入 东方传入中国的 弟兄姐妹 考考你一个历史知识 多少 什么时候 187年的时候 福音第一次借着英国宣教士 马里逊 传到了当时中国的澳门 所以弟兄姐妹 Being mind 记住 福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所以我们要不要学习 中国教会的历史 1807年 所以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 中国教会各地 就有很多很多的聚会 那个时候纪念 马里逊福音 路华200周年 所以我们要记住 Robert Morrison 他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澳门 还不是中国大陆 澳门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把福音 传给那个地方的人 一个村子的人就相信了 然后据传 那个村子的人 信了耶稣之后 那个村子的人 整个就开始去传福音 把周围的地方 开始像广东 那个地方就传福音 这样子从南到北 这样子进去 那当然之后 福音就经过 进入到台湾 进入到上海 山东 东北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今年是2023年 福音进入到 东方的中国 216年的历史 那和和本圣经的翻译 1919年出版 到今年呢 104年的历史 有人说 警教 就是基督教 警教是唐朝的时候 很briefly 来到了当时的中国 然后在唐朝时 流行了一小段的时间 那么有人说 哦 警教就是基督教 当时已经来到了中国 应该中国 基督教的时间 算上去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no 警教 当时进来的 唐朝的是 东正教 当时的警教和天主教 都是大异端 那么今天天主教 转了一点点 所以当时他们说 为什么是大异端呢 当时的警教 来到中国呢 他们没有音信称义 他们不相信说 你凭着信心信 你就得救了 没有的 他要你行为上面 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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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福音来讲 根据福音的核心 恩典来讲 弟兄姐妹 任何一个人告诉你说 你要信吗 你要给我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 做那个 异端 福音是应信称义的 你不需要做任何东西 你只要相信 你只要接受 上帝的儿子 就住到你的里面 去做你的主 所以当时警教 来到了中国的唐朝 很briefly 蔓延开一段时间 然后马上就咽下去 我觉得咽下去 也是蛮好的 对不对 因为也是异端 所以呢 他们没有办法救人 那个只是中 清卫山的宗教 纯正的福音 接着1807年 马里逊 入华 然后后来的 戴德森 在中国 头一次 达到当时 人口最多的国家 China 到半当中 共产党来了 共产党特别一点的 共产党 就共产党特别一点 来了 马上就把宣教师 全部的赶走 把圣经 全部的烧毁 要逼迫教会 要在东方 搞一个无中教区 就是我的老家 温州 然后呢 就是共产党 这也是一个异端 OK 要人败共产党 所以中国的基督徒 在这些年当中 在短短的200多年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很多的颠沛流离 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 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华人教会的复兴祷告 代理 保罗 尼西米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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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他们关心的是 自己的同胞 他们的信仰生活怎么样 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同胞 他们的心有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 你有没有为华人教会的心 为华人教会的复兴 你的心中就焦急说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学习 我们来敬拜上帝 我们要复兴 你有没有关心中国千千万万 世上的灵魂 为自己的骨肉同胞 恳切地祷告 恳切地护求神 但应你祷告 他一日三次把他的心 把他的心门 心灵里面的窗户 打开像耶路撒冷 因为他知道上帝坐在天上 他祷告 神就听到 他有忧国忧民的心智 他看到他的同胞 还在失散当中 失落当中 有一些人来了美国 很多华人来了美国 都觉得美国好的不得了了 中国就什么都差了 对不对 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子的 殊不知中国的教会 比美国的教会 要复兴多少都不知道 他们四五点钟 起来祷告 如果我们的教会 四五点钟祷告会 没人的 真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祷告的心 有没有祷告的心 放进去 像但一里 像保罗一样 总是思想 总是回想 总是在那里 reflect 说 我的同胞们 他们在哪里 他们的灵魂在哪里 他们的归宿怎么样 所以我们来看 但一里他祷告的时代背景 他为什么会发出来 这样的祷告 他干什么这个时候 出来这样一个祷告 他的背景 第一 他有思念故乡的心 第二 他当时祷告的时代背景 是什么 圣经说 但一里书九章一节 又一个王朝出来 刚刚读 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 大利乌立为 加勒底国的王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一里从书上 得知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 任耶路撒冷 花梁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我便进食 披马门徽 定义向主神 祈祷恳求 所以他祷告的年代 是大利物 被立为王的元年 公元前 五百三十八年 但一里是公元前 六百零五年 被掳到巴比伦 所以差不多 七十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 但一里他十几岁的时候 来到巴比伦 所以七十年的时候 过去他大概到了 八十岁中旬 这个时候 八十五岁 八十六岁 那么他再来到了 巴比伦之后 巴比伦的上面 两代的王朝 他们就亡国了 然后尼布加尼撒王 也死了 他的后代也死了 现在他轮到了 马代波斯进来 就统治这一块的地方 这些国家 都是拜偶像的 这些国家 都是把假神拿来拜 拜拜月亮 拜拜太阳 拜拜你手所造的神 就是今天一样 手机里的东西 拿来拜一拜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好看的 好玩的 好吃的 好喝的 都拿来拜一拜 那么这个时候的 王朝的光景是 整个王朝的势力 已经下降了 之前呢 前面两个预言会 有讲过 之前的势力 就好像金子一样 非常的powerful 你打不动它 那尼布加尼撒王 死了之后 这个时候的势力 就好像赢一样 降了一个等次 之前是金的头 现在是赢的凶 然后神的预言 一再一再的奄奄 就告诉 但一里说呢 这个国家会衰落下去 这个国家会 一次一次的衰落下去 哪怕那个时候 巴比伦人会觉得 我们的国家太伟大了 太厉害了 就好像今天的人 我们就在美国一样 弟兄姐妹 觉得太厉害了 科技太先进了 但是呢 神在预言当中 跟大一里说 这个国家会 从金到银 最后会变成 尼撒一样 突然间的灰飞烟灭 所以在预言当中 神给大一里一个时间 说七十年为满 说 神跟大一里说 你就拭目以待好了 那个时间会一再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的来到 你就等着 那个应许 继续的成就 这是他祷告的背景 祷告的背景是 那个上帝的应许的时间 七十年满的时间 越来越靠近了 他在巴比伦 快要待上七十年了 所以神的应许 要应验了 所以他祷告的 推动力是什么呢 祷告的推动力 祷告的推动力 是上帝的话语 再一次领导他 因为神的话语说 但一里从 先知耶利米的书上 得到 说 耶路撒冷 荒凉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但一里自己是神的先知 他亲自从上帝那里 领受了启示和异象 但是他从来不忽略 查考圣经 他动不动就把圣经拿起来读 他认真查考 先知耶利米的书 今天有许多的书出来 很多的人在读 很多的人在宣传 或者有很多的人 压根不读书 很多的假先知 假弟兄 假教师出来的 弟兄姊妹们 这些人的预言要远离 但是呢 我们要常常把圣经 摆在我们的面前 当做镜子一样照 当做饭一样吃进去 那些脚步远离 圣经的人 偏行几路 弃绝神 不听从神 耶利米先知就警告说 那些人弃掉上帝的话语 我们不用跟他们 勾勾搭搭搭的 不用说 他也是主理的弟兄 我们就不要论断了 没有关系 我们就管自己 弟兄姊妹们 远离他们 远离这一切 假先知 假教师 奉神的名 在那里 假传道的人 然后大英里得到了 限制 他去查考 限制耶利米书 然后得到了 那个启示 说七十年为满的时候 他的信心 就跟上帝的道相调合 他说神 这七十年满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归回 就有一个新的工作 就会出现 所以 他看到七十年 快要满了 他就更加迫切地 进食 祷告 那先知耶利米 到底说了什么话 先知耶利米书 在二十五章三节 就说 从犹大 往亚门的儿子 约西亚 十三年直到今日 这二十三年之内 常有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 我也对你们传说 就是从早起来传说 只是你们没有听从 耶和华也从早起来 上帝从早起来 差遣他的仆人众先 直到你们这里来 只是你们没有听从 也没有侧耳听 说 你们个人当回头 离开恶道和所行的恶 便可居住 耶和华古时 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之地 直到永远 不可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这样 我就不加害于你们 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 尽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陷害自己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神的审判就这样子 一步一步一步的领导 弟兄姐妹们 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短短五六节的经文当中 神就告诉我们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 只是你们没有听从 只是你们没有侧耳听 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 上帝的judgment就来到 神的审判 那个论断 那个刑罚就来到 因为人没有听从神的话 没有把上帝放在眼中 没有把神放在最高的 最有分量的那个地位 他们自己背叛自己 所以神就一次一次的警告 就临到 警告就临到 在单一里书九章 在这一节当中 九章九节就说 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语之后 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之后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九章九节就说 我必招北方的众主 和我仆人巴比伦 往尼布加尼萨 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 就是耶路撒冷 并视为一切的居民 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 以致他们令人惊骇 吃笑 并且永久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 从他们中间止息 这全地必然荒凉 令人惊骇 这些国民要服侍 巴比伦王七十年 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并加了敌人之地 因他们的罪孽 使那地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也必使 那我向那地所说的话 就是记载着书上的话 是像耶利米 向这国民所说的预言 都临到那地 所以上帝说到做到 当一个国家不听神的话 远离神 背逆神 反叛他自己 把偶像拿来拜的时候 上帝就使用外邦的王 所以他就使用巴比伦王 尼布加尼萨王 使用巴比伦王 尼布加尼萨王 使用马代波斯王 管理以色列 统治以色列 使以色列那个地方 外邦的人进来笑话 他们说 你看你们这些人 没用 饭桶 没用的东西 连自己的国家 都没有办法护卫 连耶和华的城 你都没有办法保守 所以就 以色列人就进入到 这样的观景 当中信仰上 已经处在一个崩塌的状态当中 那他们的国家 政治势力呢 is gone 被别人占领了 那神就使用 尼布加尼萨王 统治他们 外邦的人 统治他们 七十年的时间 弟兄姊妹们 当你把假神 来拜的时候 当你的生活里面 当你的家庭里面 把假神举起来拜 有一些人 星期天早上 为什么不来教堂 他要假神 今天早上 我出门的时候 我发现 隔壁邻居 星期天早上 小孩子要过 birthday party 星期天上午 那个就是假神 兄姊妹 星期天上午 开生日party 早上起来就开party 就是这个文化的特点 从早上起来就 艳乐 圣经说的 那晚上的时候 人更加的艳乐 艳乐是这个文化的偶像 是这个文化的 让人拜的 让人追求的 追逐的那个假神 把人引入到地狱当中 你生活里面有假神 那个假神就会控制你 那个假神就把你引入到 那个远离上帝的光景当中 然后神说 当你们经历了这一年一年 七十年的日子满了之后 然后当你的心已经被上帝 修理修剪到完全的时候 七十年 神说我要怎么做 在 耶利米书 二十九章 十节的话语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 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人回此地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是不是非常熟悉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和华说 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 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 遭聚了来 又将你们带回 我是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但一里看到 七十年满了 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家 七十年满了 上帝说 我要再一次眷顾你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位 蛮有怜悯的神 他刑罚了之后 又要把这些人收回来 他把这些人 完全地赶散了之后 把他们赶到了外邦 让他们做王国奴 上帝说 我怜悯的心 爱你们的心 没有改变 满了之后 我要再把你们 从各个地方 这样子召聚回来 所以但一里看到 这个上帝 时间到了 上帝说 你们如果祷告我 我就再要听你的 你如果向我呼求 我要被你们找见 被你们寻见 我就要被你们找到 我要使你们 再不再做王国奴 再次回到你的 本地本族父家 让你们重新归回 你们的家园当中 再一次可以敬拜 耶和华上帝 所以但一里就在那里读 他读到了这样的经文 他的心从来都没有 离开耶路撒冷 他的心从来 心系着他的母国 爱着以色列 爱着耶路撒冷 然后他读到 先知耶利米讲的 七十年为满 七十年上帝的 promise 满了之后 他们便可以归回 所以他的信心就进去 跟神的话语调和起来 他就立刻采取行动 他要祷告 他忧国忧民的心就发出来 为自己的百姓 为自己的国家 为他们的命运和信仰 祷告 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祷告 不仅仅限于 只是为我们自己祷告 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都停留在那种 personal level 就是为我自己祷告 或者我们再大一点 那就教会祷告 那就很大了 如果扩展到国大 Oh that's huge 弟兄姊妹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种国度的胸怀 祷告的时候 看到普世的教会 普世的同胞们 他们的信仰生活怎么样 他们的心灵怎么样 他们幕后的结局怎么样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下一次的时间 我们继续的 我们继续回来看 大义里的祷告 来大义里的祷告 来教会我们 教会我们祷告 教会我们生活 教会我们做基督徒 好 我们一同站立 来唱结束诗歌 感谢林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 虽然我们来自各组各方 但是我们可以阴线称义 同活在基督耶稣里 看到那共同的异象 和天上的国度 让我们一同站立 为我们的教会和同胞 为全地的父亲 来呼求祷告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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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生活为你 温如冲水的生命 奉进天上和你的老房 求你敞开天门 奖进一样的荣耀 要换你为你你的故障 我们生活为你 温如冲水的生命 奉进天上和你的老房 求你敞开天门 奖进你安慰荣耀 让万民回应你的故障 生活为你 温如冲水的生命 奉进天上和你的老房 求你敞开天门 奖进你安慰荣耀 让万民回应你的故障 求你敞开天门 奖进你安慰荣耀 让万民回应你的故障 求你敞开天门 奖进你安慰荣耀 让万民回应你的故障 兄弟姐妹和朋友 能暂且介绍你一下吗 我有社会的兄弟姐妹从纽约来探访我们 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是林约瑟 谢谢 欢迎来 下面是家事报告 我们每个星期天的主日上午都有成员主日学 在Zone上举行 时间是九点半到十点半 请大家有约参加 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下面是有关复活节纪理的事项 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9号星期天 有心志要在复活节受洗的弟兄姐妹 请和林牧师联系参加受洗班 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雅歌和唱团 有限唱 所以雅歌和唱团会在3月31号和4月7号 都是星期五的晚上七点半 在教会有排练 在复活节的现师来排练 同时我们儿童师班也会在复活节现师 所以请儿童师班在4月2号和4月9号的上午10点15分 到教会来排练 最后一个是教会内的热心的姐妹 能有感动 召集孩子们组成 而用师班在母亲节 举行主日从拜登的现师 年龄是6到12岁 练习的时间是3月5号 每个星期天到5月7号上午 10点50分到11点半 报名的登记表在门口 私事处 家长可以通过微信上的二维码 也可以在前台拿到那个登记表 也可以和丈母姐妹联系 好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请试试道具 这件事是奉献的 请试试道具 请试试道具 謝謝 明日上次会在双心,会在你面前 主啊,为你的活动,为你的感情,主啊,来 主啊,成全你的福利 主啊,请你真的,我们也有最爱的心 主啊,为全世界,全世界,每一天里 主啊,我们也有最爱的心愿,为全世界的 尝福音,为全世界的责任,为全世界的尝福音 主啊,一下子奉献神经,主啊,祝你祝福一生之内 所奉献的越大,让主耶稣,我们一起 明天,我们一起来的优秀 啊,我们一起来的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主持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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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